整體TESLA我覺得看業績 就看技巧很簡單 第四季到業績沒有東西可以看的 因為效果是近乎一定比市場預期好 因為車的數量都告訴你 它最多是沒有跟你說的毛利率和純利率是多少 而且都不預期會差的 所以最主要是看它自己對於明年的 或者是第一季度 以至是明年全年 不是明年 2022年就是今年 對於2022年的季度和全年的汽車的銷售量 有沒有一些比較clear的訊息 或者比較樂觀的訊息 還有我覺得TESLA 就算我利生也有我 我都會先悲觀 我個人覺得市場應該會 對於它的預期 它怎麼說也好 可能會借一些意識下去 又見到八字頭 是的 有機會 除非今天半上帝說好的話 如果它不說好的話 搞和了市場氣氛 再加上它出的預期 因為我會覺得其實市場 是對於TESLA的整體 今年全年的出貨量是挺激進的 是 變成你說什麼預測都好 其實它都會覺得撕到的話 就是說出來也沒有新意 一撕不到就說 你大件事了 然後就變成是撕到你的股價 所以就變成是 我覺得看完那個業績 看完它的特別的預測 先不要看股價 不要用人類反應 說股價升跌 不要理會 你只看了它的預期 如果也叫做撕掉市場預期 或者說以上的股價升跌 蓋機不要看 即是先保持有 繼續